大家好,我是杨雪 上个月在自驾大西北途中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 总成自己这一块有几出骨折 现在这起事故的责任认定书我已经收到了 跟大家讲一下 认定的一个事件经过 2023年7月17号,12时二时分雪 在甘肃临下市盛东路 驾驶人杨雪驾驶二轮普通摩托车 游西向东行驶途中 当时我没有开着房车 而是开着这个房车带着第二交通工具摩托车 在驾驶途中 因避让右转弯的小型轿车 至普通二轮摩托车向右侧翻 使杨雪受伤,车辆受损 造成道路交通事故 这是一个事件经过 简单来讲 这是对方的车,这是我的车 走的过程当中 我躲它,然后到这儿 就是这么一个经过 最终的一个结论 驾驶人杨雪 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 是造成此起事故的主要原因 承担主要责任 驾驶人许某某为在确保安全 畅通的原则下通行 造成此起事故的次要原因 承担次要责任 这是一个结论 因为结论比较笼统 我给交警的同志打了一个电话 问一下具体 到底是哪里的一个原因 双方的 我这块交警说是在驾驶的避让的过程当中 操作的一个失误 是认定的这一点 而对方是他在拐弯的途中 因为他想停到这路边停车 停车嘛 这不是一个停车位 这是一 第二 他在一拐弯 这个也不是拐弯的点 因为他是实现 压了实现了 这是二 所以承担一个次要原因 那当天当时没有出具这个责任认定书 包括隔了这么多天 包括整个过程 其实我觉得整个事件是有两个难点的 一个难点呢 是 虽然在市区 但是那个路段是没有监控的 第二呢 我们双方没有发生接触 没有发生接触 其实当时交警在现场就说 如果你们双方发生了接触了 那可能啊 可能啊 就不是这个结论了 而可能是对方是权责 或者是主要责任 没有发生接触 那双方在描述过程当中 有一些出入 交警呢 就问了一下 对方车上的另外两名人员的一个过程 做了笔录 也到现场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人 问询了一下情况 然后做出的这么一个结论 这就是这个件事情的整个结论了 那对方承担次要责任 我查了一下 是要承担30%到40%的一个比例的 就是费用方面啊 其实医疗啊 务工务实 包括其他方面 唉 我想了一想 这事 就算了吧 其实 其实 当时那一天的时候 为什么说算了 当时我跟对方 聊天过程当中 我就问对方 我说你这个车有没有商业险 当时那哥们就说 没上商业险 那一刻啊 因为我看到 因为大家都是在路上奔波的人嘛 也是一辆普通的车 那一刻 真就是我就想告诉对方 我上了意外险 你别太着急 但是 上一期视频也讲过了 确实比较的冷漠 我就把这个话 憋着了 没有说 但是在当天的直播的过程当中 晚上我直播了一下 说了一下这个事情 我说了一个事 我说要不然就 不去追究这个责任 就这么过去吧 后来呢 其实 我也在想 如果我说对方 今天隔了这么多天嘛 哪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或者怎么着呢 我也会电话里告诉他 我不追究你责任了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 你不用担心这一点了 但是他也没有打电话 无论怎么着就算了吧 就这样吧 我觉得 毕竟自己也上了意外险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就这么算了 况且 时间真的能够 抹平好多东西啊 我记着刚出现这个事故 那期前几天 我又赶回北京 又去医院治疗 心情不太好 又对方这么的冷漠 我就想这事不能 饶了 就想把这个事 承担次要责任 不也百分之三十四十吗 承担主要责任是多少多少 我一定要追究到底啊 但是现在完全没有这想法了 有时候 我是一个幸运小身先护体的人啊 没准出现了这么一个小的事故 可能规避了一个大的世界 所以 就这么着 这个事也跟大家交代一声 再说一下手伤的一个情况 前两天我去医院做了一个复查 医生说 治愈的 长得挺好 已经开始 恢复了 并且答应了我很重要的一点 他说 可以定期的泡水洗一下手了 终于可以泡水洗手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东西特别喜欢吗 前几天没有看医生之前 没有泡水之前 洗手之前 我都得这么着走 有时候 因为不敢闻这个手 你们这味道啊 呃 就是人的四肢啊 你可以想一下四肢 不光手还有脚 脚你要小一个月 挺长时间没洗 它是什么味道 那家伙 这个 就是那味道 所以 特别特别难受 还是医生答应我可以洗了 赶紧洗了一下 现在就可以了 很轻松了 当时 医生看我这手的时候 他说我把这个东西全撤掉 我打开这个布 我 我把头都扎下去了 就怕医生闻到这个味儿 嗯 这是人手上的情况 再有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小菲儿的事情 小菲儿现在还是在盖苏兰州 还好还好的是 那家寄氧店 真的是非常不错 给小菲儿洗澡 喂一些额外的零食 带他出去玩 也有一些画面 给大家看一下 我是小朋友这件事 你们都知道的 对吧 怎么样 别担心小菲儿 人家过得挺好的 行了 这一期视频就这些了 交通事故认定 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 谢谢你们 大家都平安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 感谢观看